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揭秘 《精油背后传说》之 《乳香子无精油》 《乳香》自古以来 给人的感觉就是圣洁 以及充满灵性的 也被誉为最珍贵的精油之一 《圣经》中记载着 当耶稣诞生的时候 东方山博士就特别挑选了三份宝物 送给了耶稣 其中一个宝物就是《乳香子无》了 所以《乳香》的花语也被称之为礼物 是受到祝福而诞生的礼物 有一个研制阿曼古老神话 一个关于乳香以及刻苦铭心的爱情故事 那传说呢 有一位精灵女孩呢 就喜欢上了一位人类男孩 但这一种的爱呢 是会触犯精灵界的规则 所以呢 精灵家族知道后呢 非常的懊恼以及生气 决定要处罚这位精灵呢 把他变成一个东西 来惩罚他 当然 这位精灵女孩呢 接收到这个消息了之后呢 十分的伤心 也为此呢 哭了好几天啊 最后呢 精灵女孩呢 决定把自己变成了一棵树啊 那树千年过去了 这一棵树呢 也叫做乳香啦 乳香沉没而受伤的树 继续以泪汁的形式哦 流下眼泪 它流出来的树枝呢 凝固成类似泪珠的颗粒啊 好像我们泪珠这样 然而呢 会散发着 温馨清纯的木质香气哦 因此呢 人们啊 将这些从树干中冒出来 以及带着伤感的结晶呢 洒落在燃烧的煤炭上 也将其转变成 纯净的烟熏 散发出来 是一种可以治愈病者的香气哦 当然它的香气中呢 也带有苦涩的滋味 反复啊 就为着失去的爱 而感到悲伤 那古人呢 都会通过燃烧乳香呢 来驱除病魔 认为乳香呢 可以具有恢复健康 以及重生的力量哦 就是可以让我们 驱除我们的负面的能量 那当然啊 温馨清纯洁的木质香气呢 还会透出淡淡的果香 日夜深香 其实乳香呢 它可以使我们心情好转 且平和 那也有助于安抚 我们处于焦虑 以及殖民过往的精神状态 同时啊 乳香植物精油呢 也具有非常强效的消炎作用哦 对于缓解呼吸管道感染的不舒服 以及哮喘者们呢 也可以使用这个乳香植物精油 乳香可以让我们打开我们的肺部 让我们呼吸更加深入 同时呢 也可以平和我们的呼吸 尤其是呼吸急促的朋友们呢 也对这个乳香呢 更是爱不释手啊 除此之外呢 乳香那清纯的这个木香呢 也可以让我们安抚我们急躁 以及受挫 哀伤等等的负面情绪 并有助于冥想哦 所以在家有冥想的朋友们呢 可以学上乳香植物精油 哦对了 乳香植物精油呢 其实也是我们许多护肤爱好者啊 他们的头号选手呢 他们许多的护肤品里呢 都必有这个乳香的植物精油 因为呢 乳香啊 它可以帮助我们淡化细纹 可以抵抗肌肤老化 改善皮肤松弛等等的问题 那简单来说呢 它可以帮助你搭换皱纹 细纹 可以紧致你的皮肤 还可以让你的肌肤呢 恢复弹性光泽哦 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 可以帮助到您 那如果说呢 你也想要寻找乳香植物精油的话呢 也可以另外PM我们哦 我们下次再见哦 谢谢你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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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